前途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三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只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 结束在台湾占领 四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前途一请就下 第一节目由我们温泽子讲师 为大家讲课 谢谢 各位网路的看直播的同心朋友 还有我们现场的同心学员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台湾民政府初级研习会 第一堂课 台湾法理法理台湾 我们最近会发现到 有很多很多的大事情在发生 我们知道今天是5月3号 那什么样特别的日子 大家大概早时间 待会回忆一下 那我们知道在5月1号 整个日本来讲 不管是合一日本人 台一日本人也好 我们都是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节庆 什么节庆 令和天皇遇即位的日子 那台湾民政府当然也有主团 到现在的日本地方 就是祝贺 恭贺令和天皇就位 即位 那我们待会看一下 我们最近最新的一些消息 一起来分享 我们刚才现在看到这个是 待会影片我们来看 这个是令和天皇陛下 遇即位的一些情况 这是曹怡来我们看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旁边站的那一排是皇室的成员 感谢观看 旁边站的那一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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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帰り見れば 上皇陛下には 御足位より30年以上の長きに渡り 世界の平和と 国民の幸せを願われ 何時も国民と福楽を共にされながら その強い御心をご自身のお姿でお示しになりつつ 一つ一つのお務めに真摯に取り組んでこられました 上皇陛下がお示しになった象徴としてのお姿に 心からの敬意と感謝を申し上げます ここに行為を継承するにあたり 上皇陛下のこれまでの歩みに深く思いを出し また歴代の天皇のなさりを心にとどめ 事故の研鑽に励むとともに 常に国民を思い国民に寄り添いながら 憲法に則り日本国及び日本国民統合の その象徴としての責務を果たすことを誓い 国民の幸せと 国の一層の発展 そして世界の平和を切に希望いたし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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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礼申し上げます 天皇陛下におかれましては 本日行為を継承されました 国民を挙げて心からお喜び申し上げます ここに霊前なる天皇陛下から 上皇陛下のこれまでの歩みに 深く思いを致し 日本国憲法に則り 日本国及び日本国民統合の 象徴としての責務も果たされとともに 国民の幸せと国の一層の発展 世界の平和を切に希望するとの お言葉を賜りました 私たちは天皇陛下を 国及び国民統合の象徴とあわり 激動する国際情勢の中で 平和で希望に満ちあふれ 誇りある日本の輝かしい未来 人々が美しく心を寄せ合う中で 文化が生まれ育つ時代を 作り合えていく決意であります ここに令和の妙の平安と 皇室の八坂をお祈り申し上げます お祈り申し上げます その後の飯にadasが始まります 堂々の人々が平和を 自分に戦いたい薪食になった 積み方をお祈り申し上げていくよ 日本にお祈り申し上げていくよ 昔の最終的な厚で 一度申し上げていくよ また、日本の福祉町の中で 好 我們大致看到這裡 因為這個時間有9分多鐘 那我們大致看到這邊 今天是5月3號 在1947年5月3號是現在的日本政府開始實施和平憲法 那和平憲法當然也有人稱呼為昭和憲法 也就是二次大戰之後 麥克拉薩爾將軍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修正的一個條款 把大日本帝國憲法改到第四條跟第九條 變成現在日本政府在實行的和平憲法 那基本上來講大家要了解到其實我們整個台灣也好跟日本也好 其實基本上都是一個國體 哪一個國體 大日本帝國 那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日本帝國戰敗 戰敗 那相對的這個兩個地方 日本跟台灣因為戰敗而之後分離 戰敗之後分離 那變成說台灣跟日本 日本政府現在根據就是現在的和平條約 因為它對台灣是放棄什麼管轄權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到其實台灣跟日本之間有密切的關係 其實在國體上沒有變 都是在大日本帝國 也就是天皇陛下的領土主權裡面 只是政體不同 什麼叫政體管轄 管轄政體的不一樣 現在日本政府是管著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 那沖縄沖的部分是屬於信託 就是信託 當時原來是戰後是由聯合國託管 那後來交給美國 那美國在1972年交給 透過那個佐藤榮座 佐藤榮座跟尼克森總統簽了一個 沖繩返還的一個協定 那等於是美國把沖繩沖縣沖縄 交給現在日本政府托管 沖繩也好 台灣也好 南海也好 包括北方四島 包括靠近韓國的獨島 主島 這都是天皇陛下的大日本帝國的領土範圍 那日本 現在日本就是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日本 他其實是從 因為他的政體是和平憲法 所以他基本上來講是跟大日本帝國是怎麼樣關係 大家要去體會一下 因為他是戰後新成立的一個政體 所以我們大概了解到這個情況 那我們要回想一下為什麼 整個戰爭來源 其實戰爭的起始來源 其實在我們追究到1941年的12月7號 12月7號大日本帝國發動了 齊襲珍珠港的活動 這個戰爭呢 其實它的起源 我們也可以從給羅斯福的一封信裡面 看到這個書信內容 了解到其實戰爭的逼迫 是美國羅斯福總統 他不願意跟大日本帝國當時的首相做和平會談這樣子 然後用各種經濟逼迫的方式 逼迫大日本帝國不得已為了保護自己的國家 避免滅亡 而不像什麼 美麗堅合中國宣戰 那宣戰電報打過去之後 當然當天呢 美國是週六 週末的一個假期 大家都很放鬆 那看到日本的軍機 戰機 臨時飛機跑過來 他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突然就發生爆炸 當然他當地的軍隊跟人民會認為說 大日本帝國是偷襲 偷偷攻擊 那其實不然 他在宣戰的電報方面 他是完全按戰爭法來做 好 那我們簡單敘述到這裡 那台南民政府的成立 大家要知道我們一開始要瞭解到整個 包括台灣法理的起源 台灣法理的起源 其實我們要瞭解到 2014年 MU長羅傑茜茜茜 開始著手來研究 有關於台灣國際地位 包括整個國家的法源 包括什麼通通全部 包括戰爭法 佔領法 國際的條約 就是現在和平條約也好 包括日清講的條約 Simonoseki Treaty 有人講馬關條約 有人講下關條約 那OK 我們就照英文 Simonoseki Treaty 什麼叫treaty 條約 這我們大概了解到 條約 包括國際法 戰爭法 這我們大概了解到 國際法呢 我們最普遍的了解就是說 叫做萬國公法 那萬國公法就是在1830年 拿破崙席捲歐洲之後 那全世界就是統一來 照這個規範 避免呢整個世界 包括世界各國 因為戰爭 產生動亂 那因為拿破崙這個時代之前呢 以前是什麼 占領 戰爭之後 打贏對方 占領就等於併吞 那萬國公法裡面 整個出來之後 大家就知道說 這裡面呢 又重要的一個條文 就是說 占領不得已轉出權 那割讓的地方呢 只能是 就是殖民地 或者是拓殖地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呢 不可以割讓 大概我們了解到這一點 好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內容 那這個 這個剛剛我們看到 令和天皇陛下這個 即位後的朝見之矣 各位要了解到我們今天 是2019年5月3號開課 那年號呢 各位要了解到 我們上禮拜是平成31年4月份 那今天各位要記得 令和元年5月3號 5月3日 那這個日子也就是 1947年5月3日 就是日本政府 新日本國的 那個和平憲法 實施的日子 我們大家了解到 OK 好 那我們看到 臺灣民政府官網的部分 來 重申一下 我們臺灣民政府官網 網址很簡單 HTTP TTP 雙斜線 USMGTC GOV.TW 我們看到這邊 台北洲徒步擴大遊行 還有陳中俊的發力宣傳 在4月11號 這裡面都有詳細的一個 照片 活動的影片 我們看到很多精彩的鏡頭 我們童心也是做了整齊服裝 拿著標語很安靜 平和的在街頭 對什麼呢 不是抗議活動 各位朋友 同心 大家要記得 臺灣民政府的法理宣傳活動 它是對 它的訴求呢 不是像一般ROC 政黨啊 或者是組織團體 發動的抗議 不一樣 臺灣民政府的遊行呢 是對全體 包括就是臺灣居民也好 本土臺灣人也好 等於是一個法理的一個宣告 所以各位要了解清楚 臺灣民政府的活動 法理宣傳活動 遊行也好 都是對全體臺灣人的一個法理宣告 那我們看一下三頁 好 我們看到5月1號 中央公告裡面 2019年5月1號的內容 我們點開來看一下 臺灣民政府恭賀令和天皇御即位 我們裡面 我們看大家裡面的內容 2019年4月30日 第125代天皇陛下退位 大日本帝國台灣 依據國際戰爭法成立 臺灣民政府 重點都來了 感謝平成上皇陛下 多年來的關心與照顧 恭賀第126代令和天皇陛下 2019年5月1日 預即位 秉持大日本 皇室 萬事一系傳統 將再 創 輝煌盛世 臺灣人民 忠心期待 令和天皇 能協助臺灣皇民 早日達成 臺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臺灣民政府秘書長 林志生 夫人林子安 2019年5月1日 臺灣民政府公告 這個內容我們大概看一下 回到上一頁 好 很快看來 5月2日 令和元年 臺灣民政府代表團 啟程參和 令和天皇陛下 我們看到裡面有很多活動的寫證 這個地點是在 桃園機場 第一行下 大概我們看到內容 我們很多同心都去參加了 做整齊的服裝參與 包括有 我們有天皇裕集位 臺灣民政府參和代表團 令和元年2019年的一個標語 我們看一下底下 這些照片 大概合照 OK 好 我們謝謝這位 這些同心 大家同心 一起來請賀 好 看一下簡單 好 在4月30號呢 在 有 臺灣公演 這是在 北港朝天宮 東京 高原市 阿波舞 阿波舞 各位我相信很少人有看過 來我們看一下內容 好 OK 好 影片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然後剛剛好呢 去年的4月30號 是朝鮮高峰會 剛好滿一年 去年這個時候 朝鮮半島也是很熱鬧 高峰會 就是 文在寅跟金正恩的一個高峰會 好 簡單來看一下 跟各位來做說明喔 日本天皇的稱呼 各位要記得 是稱呼喔 上皇是稱呼沒有錯 在法律上呢 主權的繼承 是按照 大日本帝國的皇室典範 這是副實執 我們知道現在的上皇陛下 當然是健在 所以當然 我們要了解到 就皇室典範來講 富時子祭 胸中帝極 萬事一夕的規定 那 這個主權呢 還是在 第125代天皇陛下手中 皇室典範裡面 並沒有上皇這個名稱 那上皇呢 是現在的日本政府 給的那個 新制定的職嫌 各位要知道 職嫌也是稱呼 那這個上皇呢 不屬於大日本帝國皇室典範的內容 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因為網路上很多的同心 在討論這個問題 那各說各話 那講師在這裡呢 也跟各位 就皇室典範的內容 跟所有鏡頭前面關心 天皇主權 包括美國軍力佔領 包括台灣民政府 包括台灣法理 法理台灣的重點 大家來做一個簡單的來研究 好 我們關心一下最近的一個重要消息 在4月29號大概前幾天 美國的軍艦開啟AIS 那專家解讀是說 美國是強調台灣是國際的海域 海峽 那在28號 美軍的作戰艦通過台灣海峽 根據APP Maria traffic顯示 大約在經過台中港以溪的位置 我們看到台中港以溪的位置 將船舶自動辨識系統AIS開啟 並大約在北部 覆櫃角以溪的位置關閉 所以美軍的動作很明顯 在什麼 宣示對台灣的軍事佔領權 也就是和平條約23條A款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每一間合眾國是唯一的主要佔領權握有的者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圖片呢 我們看到這個圖片是民眾提供的 好 那我們大致看一下 OK 藉這個開啟AIS就是傳播自動辨識系統這個APP 強調台灣海峽是國際海峽的地位 那就過去主義班 不管民務長也好 各位講師講課 包括個人演講內容也跟各位就講 依據國際法理我們所知道的 整個大日本帝國領土範圍 包括台灣海峽也好 包括南海甚至到南極這個地方 我們要了解到全部都是什麼 軍事佔領的區域 並不屬於說 誰上去的 那個土地是誰的 軍事佔領現在是由美國 全部在掌控當中 包括高級班也跟各位提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解放軍空音少校代序的演講 在2012年也講到的 包括天上的衛星 包括網路伺服器 其實全部都美國在控制監控當中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有優勢 完全沒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目前在講 只能偷拿美國的技術 其實世界各國的科技也好 技術也好都是竊取 變成世界公地了 我們都要了解到這些情況 那這個內容大概可以上網路上去看 有關於美國的美軍的作戰艦 28號通過台南海峽的詳細的報導 我們時間簡單來敘述就好 還有再來是這個內容 招募美國情報人員充當中國間諜 那中國竊取美國情報越來越猖獗 這個報導是在4月30號 這個是在世界是深RFI的一個網路報導 美國國務院辦公室管理專員 柯萊鵬日前出庭認罪 承認多年來接受 他收受中國情報人員的錢 提供國務院內部的文件給中國 那華爾街日報呢 引述美國情報官員的分析指出 最近一系列的間諜案件 顯示中國一直在招募 美國公民及情報人員 偷取美國政府的機密資料 侵犯美方的智慧財產權 各位 講到智慧財產權的時候 我們知道有個條款 301 301條款 各位稍微有一點年紀的 同心學或者是海外 你稍微了解一下 301 301是在做什麼 制裁 它是經濟制裁的一個法案 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公布特別301的報告 很幸運 台灣並沒有在裡面 這個是4月26號報導的內容 美國貿易代表署 在4月25號公布特別301報告 將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各國 列為優先觀察名單 指控這些國家對智慧財產權保護 保障不利 台灣不在優先觀察名單 或者是觀察名單當中 所以我們大概看一下 美國貿易代表署 USTR公布特別301報告 包括阿爾吉利亞、阿根廷、智利、中國、印度、印尼 科威特、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烏克蘭、瑞拉等 11國列為優先觀察名單 巴西、加拿大、墨西哥、多米尼加、希臘、泰國、越南等 25國列為觀察名單 那台灣有沒有在裡面很幸運 並沒有 因為大家都很尊重這個什麼 智慧財產權 很重要的一點 好 那有關於剛剛我們看到 令和天皇陛下 即位的一個朝夷 我們來 當然有很多的朋友們 關心上皇陛下夫婦 他退出公務的一線 他今後生活其實很簡單 並沒有什麼不一樣 只是搬的 住的地方不同 隨著退位後 脫離這些公務活動 上皇陛下 上皇後陛下 夫婦的生活 會產生變化 搬出了 居住將近30年的天皇寓所 那新住處是原來的東宮寓所 位於皇居以西1公里左右 赤板御用地內 所以不過呢 是由於天皇寓所將進行改建 新天皇陛下一家遷入皇居後 東宮寓所還要實施無在愛的改建 還要改建 那先期將搬到皇居以南3公里左右的 高倫皇室宅邸 就是舊的高松公邸 那預計2020年才會搬入 剛好2020年是什麼年 東京奧運 東京奧運的一個年度 也就是明年 明年才會搬入 完成改建的赤板御所 那大概拿此了解一下 OK 不用擔心啦 我們天皇 上皇陛下 兩夫婦其實很安全的 那美國參議員呢 他有發動什麼叫席文 席文就是 就 中國他們歷史來講 有所謂的討賊席文 討賊席文就是 他討伐哪一個 要對誰來下手 會發佈一個 類似像宣戰的一個文字敘述 那叫做席文 中國共產黨是世界公敵 中國夢是噩夢 這個訊息是5月1號的消息 美國國會 中對中共強硬派人物 盧比奧 於4月30號發佈一篇 全面抨擊中國 共產黨的一個席文 就是說他指出 中國共產黨對世界呢 帶來巨大的威脅 已經是美國跟自由世界 近乎匹敵的對手 那中國夢已經成為中國 無數被壓迫者的噩夢 那這裡面的內容 大家再看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 其實中國來講 他已經是世界的公敵 我們大家知道 他也是301觀察的名單裡面 那當然他已經被川普總統 實施什麼 貿易戰的制裁的對象 好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什麼情報人員 被中國間諜整個收編了 就是這整個內容 大概我們也了解到 其實國安情況 有一點危機了 好 我們看一下有些消息 英國首相特雷莎梅 開除了國防大臣威廉姆森 他涉嫌向媒體洩漏 英國政府有關於華為的一個態度 英國的國防部長 被首相開除 再來我們知道這些消息 好 那個郭先生 他作為什麼和平製造者 要去跟川普見面 我們大概知道這個情況 大家知道就好 因為這是什麼 這是全於台北的家裡的事情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了解 這就是第七 駐聯合國以色列的大使 拿出聖經 證明土地主權 這個是在昨天的新聞消息 好 我們看一下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 丹尼丹隆 日前與聯合國安理會拿出聖經 表示這就是以色列的土地契約 以捍衛其對土地的主權 那就是在本週一 4月30號 在聯合國安理會的特別會議裡面 以色列的大使丹隆 對於關於聖經的議題 提出四個理由 來證明猶太人跟聖地的連結 分別是聖經、歷史、國際法 還有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追求、訴求 這個歷史時刻 丹隆打開聖經 宣讀創世紀17章中 記載上帝與亞伯拉罕立約的經文 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 建立我的約 做永遠的約 是要做你和你後裔的神 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 我也必做他們的神 丹隆並舉起聖經說 這就是我們的地契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內容 這底下 當然那底下有說 古蘭經呢 這是伊斯蘭它的一個經典 也承認猶太人與以色列土地間神聖的關係 丹隆也告訴現場漁會者 猶太人是如何被逐出以色列 這裡面看一下 他強調公元70年 羅馬皇帝提圖斯 摧毀了我們的第二聖殿 驅逐猶太人民 並將藉於埃及裡巴嫩當中的省份 敘利亞巴勒斯坦 化為敘利亞的一個南部省份 這即是巴勒斯坦的淵源 即便猶太人民 人住在哪裡 耶路撒冷 這樣我們知道這個消息就好了 我們今天開課到最後一堂課 我們的上課內容 各位你可以在YouTube YouTube上面搜尋台灣民政府影片 搜尋之後會有兩個選項 各位歡迎各位來訂閱 那旁邊手機或是平板 會有一個小鈴鐺 或是做任性電腦 你也歡迎把它點那個通知鈴鐺 那電腦也好 手機也好 平板也好 他會透過通知視窗 通知各位台灣民政府有新的影片 來推出甚至直播 歡迎各位來做訂閱 OK 大致我們看到這裡 我們回到PowerPoint的部分 各位我們來跟各位介紹 這是在新溪線 佐渡島以北70公里 飛機上升到14000公尺的高空後 令和首入的日出 就是這個樣子 跟各位做分享 好 那各位使用正確的稱呼 我們知道明治天皇是 明治天皇 是用他的年號 代表他的稱號 那接下來是大政天皇 接下來昭和天皇 接下來呢 平成天皇 就是在4月30號 退位的上皇陛下 那接下來怎麼稱呼 令和天皇陛下 我們不要 我們不要 中國殖民政權 他推動的事物 包括他們的報導 新聞記者 都是什麼 直呼天皇的名號 這是對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非常不尊重 那我們本身是天皇的臣民 我們也是戰敗者 也就是日本台灣人 也就是台裔日本人 我們對我們天皇陛下 要什麼敬愛 那敬愛稱呼 也要留意 不要直呼名號 稱呼什麼 令和天皇陛下 或是金上天皇 那日本政府給的稱呼 那我們等一下也要了解一下 好 那剛剛的恭賀內容呢 也在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也有公告過 那講師不就不在意念 好 這堂課各位要記得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依據國際法理 跟台灣有關係的 國際法理就是台灣法理 那法理台灣就是 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之後 之後我們的台灣叫做法理台灣 OK 台灣民政府的全民 請你要記得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府 為什麼是美國的民政府 各位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軍事政府 在進入佔領地之後 由軍事佔領地當地的住民 成立什麼 Civil government Civil government就是 戰爭法裡面的民政府 民政府就是佔領地人民 當地的住民 可不可以外來流亡者族 民政府 不可以 No 他不是當地住民 也不是戰敗者 逃亡難民 尤其是中國難民來講 Refugee 他是跟美利堅合眾國的人 是盟友的關係 那美國基於盟友的身份 照顧蔣介石集團 以及他所帶來的流亡難民 所以各位要了解到Civil government 這個名稱 他組成人員 必須是戰敗者 由佔領地當地的住民成立 所以要了解到 那台灣民政府的代表旗 各位要了解 這個是代表旗 不是國旗 所以這稱呼要記得 有些同心很緊張拿 台灣民政府國旗 No 要澄清一下 這個是台灣民政府代表旗 代表旗 代表旗 聽清楚 不是國旗 那我們看到這中間是台灣 跟澎湖 那這部分呢 當然是綠色的 代表土地 代表軍事佔領地 那上面這個藍色 藍底白心是代表 美國軍事政府佔領的標誌 那黃色部分代表什麼 就是我們看到奧運會 五個圈圈 黃色代表亞洲 所以這個軍事佔領地 是位置在亞洲 那外面這個大紅色的圈圈 代表什麼 這個地方 台灣澎湖列島 是屬於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所有的權的範圍 那這六個星星呢 也就是代表 這個台灣澎湖列島 成立的六個州 那我們當然了解到 台灣民政府的代表旗的意義 好 宣讀台灣民政府的主張跟立場 剛剛是一開始的時候 在臨時代表歌 台灣民政府臨時代表歌 日本國歌跟美國國歌演奏完之後 宣讀了台灣民政府主張跟立場 講師也簡單在這裡帶著大家 來了解 台灣民政府主張第一點 依據國際法理 讓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美國總統握有台灣佔領權 美國總統有責任 尋萬國公法實現台灣地位正常化 二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是 依據國際法 包含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三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種方法 使流亡中華民國結束在台灣佔領 四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是 對中國殖民政權 流亡中華民國推動事務 不合作也不配合 剛剛提到 他推動直呼天皇的名號 他中央社會 還有聯合報 自由時報 包括東正新聞 TVBS 都是直呼 什麼名人天皇 德仁天皇 不配合 因為什麼 他們是中國人 愛怎麼講 就是他們講他們的事情 我們要了解我們自己身份 天皇就是 我們心中永遠要擺著 不能忘記 因為他是代表 台灣所有權 包括整個大日本帝國 保有所有權 主權 三分體的保有者 那軍事佔領權當然是在誰手上 是在美國總統的手上 那當然具體來講 就是台灣關係法來講 台灣 TAIWAN 這個使用呢 是美國專門在使用 就稱呼 軍事佔領地 使用的一個名稱 TAIWAN 那台灣關係法裡面 我們這1234條裡面了解到 台灣關係法這裡面 台灣Relation Act 美國政府在裡面呢 關於美國政府部分 就是美國總統跟美國國會 這是代表整個 台灣關係法重要的兩個核心 那台灣治理當局 各位要記得 台灣關係法裡面講的 台灣治理當局是指 台灣軍事治理當局 那台灣軍事治理當局 當然要記得 他最上面那個是誰 美國軍事政府 那底下有很多機構 我們要了解到 AIT 也好 還是全域台北 都是什麼 民間機構 所以我們稱呼全域台北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我們要使用什麼 台灣機構 它代表台灣的一個民間機構 在台灣關係法的架構下 幫美國治理 那現在情況是這樣子 我們要了解到 那當然我們也了解就是說 現在在台北市內湖金戶路100號 那個AIT的新的地點 它當然有然然升起什麼 美國國旗 那它的AIT心管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美國的國徽 很清楚 就在入門口大那個大廳 一進去 那上面就一個美國的國徽 那我們就了解它的意義何在了 OK 好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各位你要了解到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 不是自己平衡虛構 我是從國際法理 依據國際法理而來 那台灣民政府的訴求 跟所有的 日本台灣人同樣的一個方向 我們就是依據國際法理 共同的目標就是 讓台灣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我們了解到 正常化這三個字 為什麼正常化 因為現在怎麼樣 不正常 相對 我們就邏輯上來講 會講正常化 那個目標正常化 那代表現在整個 我們知道 法理台灣是什麼 國際地位正常化之後的台灣 那現在呢 國際地位不正常 那現實生活狀態也不正常 叫做什麼 政治台灣 是用 這是在過去 美國模糊政策之下 至今 對台灣的一個模糊政策 政策就是policy 它政治環境來講 就是根據模糊政策 把整個台灣治理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現在看到 很多亂七八糟 講也講不清楚 那叫做政治台灣 那法理台灣 本身我們法理台灣人 台灣民政府的所有同情學 要記得 我們要根據 國際法理 根據戰爭法的內容 要跟所有的民眾 包括我們的親朋好友 告訴他們 台灣要脫離政治煉獄的方式 其實 不外乎只有一條路 就是什麼 法理的這一條路 國際法理這一條路是 剩這條路可以走 有八條路沒有 沒有八條路可以走 你說台灣動力 要怎麼動力 台灣的所有權 在日本天皇的手中 後面你看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是根據日清講和條約 待會再跟各位敘述 清帝國的皇帝跟日本天皇 在1895年47號簽訂了日清講和條約 當然他授權誰 授權他的政府 清帝國授權李鴻章李金方 那日本天皇呢 他授權誰 授權伊藤伯文跟陸奧中光 兩方 日本帝國跟清帝國兩方 在日本的Simonoseki 也就是本州島的下官這個地方 簽訂了日清講和條約 也就是我們知道的 TREATY OF SIMILO SEKI 那條約內容 待會PARTPOINT 也會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了解 那當然從清帝國手上 取得對台灣澎湖的所有權 那就是日本天皇的領土 所以那個時間點 台灣澎湖是什麼性質的土地 就萬國公法國際法來講 台灣澎湖當時土地的性質是 殖民地拓殖地 為什麼 因為清帝國他在台灣 只是將中央山脈以西 六個屯肯區 把他做殖民 就是三年關兩年滿 他就在這邊撈油水 台灣不組成 這整個情況 這整個是殖民地的情況 那清帝國沒有在台灣 台灣做主權落實的整個SOP 沒有 他殖民台灣兩百多年 對台灣有沒有建設 有啦 他的建設只是為了方便 他殖民撈油水方便 但是對台灣有沒有做任何 有關於萬國公法 SOP整個流程下來 沒有 完全沒有 甚至我們簡單來敘述 當時在 美國 美國有一艘船叫做羅發號 在屏東外海 那個地方 擱淺 遇到瘋狂擱淺 那要登陸 剛好遇到 當地的 排灣族 排是那個 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排灣族 排灣族的 住民 殺害 那當然美國會派軍隊來 派軍隊來 做什麼 要了解 甚至是 如果可以的話 實施武力行動 結果 美國的 那邊 派來的 軍隊代表 發現他們一登陸 不對勁 排灣族的 當地的住民拿的是什麼 犯刀 犯刀 那跟著 美國 他們拿的那個 那個槍 可不可以對打 美國他們有一個牛仔精神 就是他來到 出火這地方 就是 南夾之盟 南夾之盟 那發現 我這樣用槍 勝之不武 我贏了贏了也不光彩 乾脆我就 認輸好了 就跟排灣族 訂立什麼 南夾之盟 裡面呢 就簡單的敘述就是說 重點就是說 往後 美國的 船艦 遇到 風浪需要幫忙的時候 他們會舉棋為號 那排灣族的住民 要什麼 予以協助 不可以殺害 或是搶奪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叫 南夾之盟 那南夾之盟這個事情發生 羅發號這個事件 發生之後 簽了南夾之盟 那這個是美國最早 跟福爾摩莎最早的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發生當下 羅發號事件發生當下 清帝國很快的就撇清關係了 他說這個南夾的地方就是 我們知道就是 鵝鸾比那個地方 好 那個地帶 大概現在是高雄州 我們了解的高雄州的部分 那清帝國有個負責外交 他的使臣叫做毛廠西 他第一時間就表明了 他是一個話外之地 如果法語不法 由各 就貴國制裁之 就是你如果要怎麼樣處置 美國你繼續處置就好 不用問我們清帝國 所以很清楚 那個地方是哪裡 根本就是清帝國 他沒有 他這個話外之地就是說 那不是我們的 再來另外一個地方是哪裡 牡丹社 牡丹社事件發生是 那個琉球王國 到琉球王國 到琉球王國他對 日本幕府求助 那日本幕府當然也了解 所以 牡丹社事件也是 日本幕府跟 福爾摩莎這個 整個事件 就是在鎖國時代 鎖國時期之後 發生的一個牡丹社事件 就是我們知道說 其實福爾摩莎這一塊 島嶼跟美國跟日本 其實最早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一樣 牡丹社事件 清帝國的 這個外交使臣 毛廠西他也講說 那個也是話外之地 發一步伐由貴國制裁之 也就是說 日本你自己處理就好 不用問我們清帝國 這個意思就是 那不是我們管 不是我們管的 所以很清楚了解到 從毛廠西 他的文獻記載裡面 原來清帝國在台灣 福爾摩莎 這個土地 只有中央山脈 以西六個屯肯區而已 有沒有跨越中央山脈 並沒有 因為我們知道高砂 我們就是我們 就種族來講 一樣是M174 就是跟平埔族 是血脈親切的 只是因為外來殖民者 就接受殖民的程度 分為生蕃跟熟蕃 然後生蕃就是殖民者 他透過武力 把他們趕到山上去 所以產生整個 住山上 住平地 平地跟高砂 然後生蕃跟熟蕃 對清帝國 對殖民者來講 這個番 是一句好話 各位 講實在這裡 跟各位做說明 這個番 並不是什麼 壞話 番是從 英文 Foreigner Foreigner就是 外國人 外國人 那中國人 像李鴻章來講 他們就 英文讀音 直接翻成他們的漢字寫什麼 番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番 它是好字 是好話 代表什麼 稱呼你是他們的外國人 所以番 你看到什麼 喜歡 你不用生氣 為什麼 生番的意思就是說 對殖民者來講 對清帝國來講 對正常廣告來講 生番就是 對他們來說 是很生疏 並沒有辦法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稱呼叫做生番 什麼叫守番 跟他們很熟 能夠接受他們知名文化 知名洗腦的 一群人叫做生番 就是 熟番啦 就是比較熟 關係比較密切的外國人 叫做 稱呼叫做 熟番 所以我們都要了解到 生番也好 熟番也好 這都是好話 並不是 什麼歧視啊 在罵人 包括支那 支那這個名稱 是不是在罵中國 並不是 所以那個 Facebook 管理群組也好 Facebook的團隊 你如果有在看直播節目 也請你好好的去了解 你們中華民國 所謂的國父孫文 他寫了一封國書給日本的 內閣總理大臣 有一封國書 稱呼他自己的 Report of China 稱呼為支那 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 所以Facebook你管理團隊 請你拿出國際水準來 不要在網路上看到 了解的童心他寫支那 你就說 那是仇恨 對立 然後要把它封鎖 要怎麼樣 就代表你們Facebook沒有水準 個人要在這裡 對Facebook做譴責 你這樣不對啊 你要好好去了解說 什麼是支那 他的用語有沒有正確 你們中華民國的孫文先生 他就使用支那 來稱呼他的國家 正當語言 像難民refugee 是不是一句壞話 並不是 refugee就是國際的難民 他是因為政治因素 不得已必須離開他自己的國家 逃難到別人的土地上 但是什麼 但是定居 避免戰亂或者是政治迫害 這個叫難民refugee 那當然同樣一個意思類似的叫什麼 移民 什麼叫移民 他是出自於自願意願合法的情況之下 由自己的國家 遷居到他國 然後改變了效忠的對象 在當地發展 這個叫移民 所以要了解到 並不一樣 移民跟難民的區別 好 OK 簡單敘述 日本天皇保有台灣所有權 所以我們知道 日本天皇 並沒有因為第二四十大戰戰敗投降 而把台灣澎湖的所有權交出來 為什麼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而且什麼 占領不得已專主權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占領台灣澎湖 但是台灣澎湖的主權 有沒有因為這樣失去 沒有 因為占領不得已專主權 那美國總統握有台灣佔領權 依據什麼 舊金山和平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在1951年的9月8號 在美國的舊金山簽訂 當時參加 包括日本合起來 一共有49個國家 那就簽約國來講 是有48個國家參與來簽約 主要的對象是日本政府 要記得是戰後的日本政府 也就是和平憲法架構下的日本政府 來簽舊金山和平條約 在1951年的9月8號 我們剛剛提到1947年5月3號 也就是今天開課日 剛剛好 就是現在日本政府它所沿用的和平憲法 也就是昭和憲法 實施的日子5月3號 要記得 什麼五四運動 那個是中國人的事情 我們要記好跟我們自己密切相關的 那日本政府實施和平憲法之後呢 它基於它憲法的架構 跟究竟要和平條約內容 就透過日本的法院 宣布把什麼台灣的 本土台灣人的日本國籍把它去除掉 所以這部分各位我們在2017年6月4號 台灣就是快樂法旅變革大遊行裡面 當然有訴求的一點 美國高院日本應恢復台灣人國籍 那1946年的1月12號 也就是在日本政府和平憲法實施的前一年 1946年1月12號 中華民國政府的台灣省情政長官公署 他發布了 傑參寺第01297號訓令 把軍事戰領地 日本台灣人的大日本帝國 Emplor of Japan的國籍Nationality 把它什麼 集體規劃為中華民國 這個是嚴重違反什麼 國際戰爭法 這當然是第二次 也就是台灣民政府第二次控美案的主要的理由 主要的目標就是中華民國 他透過行政命令 把全部的日本台灣人的國籍 由大日本帝國國籍規劃為中華民國 當然像美國聯邦法院當然成立了 那也進入官司在2017年的8月份 我們知道美國國務院 美國政府放棄抗辯權 接著中華民國 他自己ROC Chinese Taipei也放棄抗辯權 所以我們知道什麼叫放棄抗辯權 代表原告所控告的內容完全正確 被告沒有理由辯駁 所告的內容完全正確 那第一次的官司我們知道 2006年的10月24號 台北政府民主黨ROGER CXLIN 帶領著228名的奮復他人 到美國聯邦法院控告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當時的代表總統是布希 小布希 然後勾親是萊斯 那控告的內容各位要記得 台灣國際地位跟台灣人權保護為訴求 到2009年10月7號得到五項的結論 各位要重申要記清楚 第一點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第二點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社會承認的政府 第三 本土台灣人至今能生活在政治領域當中 第四 台灣現在還是在美國軍事戰警當中 那第五 美國司法部 他要求美國各行政單位要主動來協助原告 原告就是ROGER CXLIN 那這個官司呢 各自代審 那英文是什麼 passion denied 所以各位要記得不是reject 很記得 什麼叫reject 包括什麼什麼不用再說 什麼叫passion denied 等待 等待整個條件完成之後再來審 再來把這個案子給結了 就是叫passion denied OK 美國總統有責任尋萬國公法實踐台灣地位正常化 為什麼是美國總統有責任 而不是日本天皇有責任 各位 因為佔領者的意志代表法律代表命令 軍事佔領在上面 所以那個鋼盔 大家頭上當然鋼盔要先脫掉嘛 各位怎麼樣結束軍事佔領 就是在民政府在軍事佔領地 治理過一段時間和平之後 軍事政府自然也必然要離開 為什麼因為戰爭法的規範 那美國這個體制來講 必須由美國國會刪讀通過 結束對軍事佔領地的佔領 然後由總統宣布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了解到 美國總統有責任 因為他是代表什麼 佔領者征服者 我們台裔日本人 包括和裔日本人 都是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的臣民 我們是戰敗者不是戰勝者 ROC Chinese Taipei Refugee of Chinese 都是戰勝者政府者的盟友 所以他們就叫中美合作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是不是戰勝者 各位你要了解到 舊金山和平條約 在1951年的9月8號簽訂 當時中國的代表權就產生問題了 原本參戰的蔣介石 他是屬於重慶的國民政府 屬於中華民國的叛亂集團 跟毛澤東一樣 毛澤東是在延安 那東北呢 各位他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名字叫滿洲國 請你要糾正過來 當時滿洲國在世界有23個國家 有正式邦交的關係 那原原本本的中華民國 是在南京 也就是汪精衛、汪兆民所領導的 中華民國政府 他是對美國、對英國宣戰 所以各位要了解清楚 真正的中華民國是對美國、英國宣戰 也是對同盟國宣戰 那國民政府也是國民黨政府要記得 他是一個黨派、軍隊、叛亂集團 對中華民國、南京政府來講 延安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 那相對的 我們知道為什麼 蔣介石逃到重慶、四川、統慶去 因為他把南京當地的人民 不願意跟他走的 都用機關槍掃射把他殺死 就不願意留給日本人 那日本軍隊進入南京城 就負責收屍 那30萬的屍體是蔣介石 國民軍隊、國民黨軍隊製造出來的屍體 日本帝國的皇軍把他收起來 所以後面就是南京大屠殺 是不是真的假的 那些圖片都是從日橋 就是大日本帝國的僑胞居住在 中國這個地方 在通州這個地方被殺害 大量的婦女、百姓、老肉父母被殺害 開場葡萄甚至把他強暴 很多殘忍的鏡頭都是日本僑胞女性 她是犧牲者、受害者 結果拿來什麼 捏造南京大屠殺、抹黑日本 所以我們要了解這個情況 所以南京事件調查報告 裡面有很多透過現代監視法律 就是刑案、見識技術 包括各方面的研究人員了解到 原來很多的史料是假的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好 中國、中華民國也好 中國國民黨也好 權益台北也好 你透過媒體再洗腦沒有用 為什麼? 法理就是法理、證據就是證據 南京大屠殺是假的案件 你鋪天蓋地去講沒有用 證據會說話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沿用他們有一個先生 究竟是什麼糾葛 讓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 捏造這個事實 來抹黑大日本帝國 幫助中華民國、國家正常化 這個暗黑背景究竟是如何呢 讓我們就依據國際法理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就是這樣子 我們大概了解到 好 那台灣民政府的主張第二點很重要 依據國際法理這一句話 六個字 第二點很清楚的告訴各位 這個國際法理就是包含 萬國公法 也就是國際法 國際戰爭法 台灣民政府成立的依據 國際戰爭法 就是戰爭法 以故戰爭法成立台灣民政府 那究竟和和平條約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在1952年的4月28號生效 所以你們也看到 跟我們的時間也很接近 好我們大家了解到 好第三點 台灣民政府的立場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種方法 使流亡中華民國 結束在台灣佔領 各位 流亡中華民國 在台灣佔領 是怎麼樣 不正常的 其實軍事佔領 是應該由美國 侵視軍事佔領 而不是透過代理法 請一個 不了解國際戰爭法 不了解萬國公法 的一個蔣介石集團 透過一般命令第一號 1945年9月2號 來到台灣 麥卡社以為蔣介石 會 蔣介石集團會善待 日本台灣人 結果沒有 台灣大屠殺 1947年2月28號展開 3月8號 基隆大屠殺 整個基隆港 紅通通的海水 一波來一波去 無差別的射殺 證明了蔣介石 暴力 血腥 強盜的本質 也就是 中國這個種族 長久以來那種 部落野蠻的特性 暴露 一覽無遺 所以我們對中國人 為什麼 尤其是蔣介石集團 為什麼大家很 那個恨之入骨 為什麼 他就是 不講理嘛 他講拳頭 講武力 槍桿子出政權 所以名列世界四大屠夫 我們知道史達林 毛澤東 希特勒 蔣介石 四大屠夫 那我們知道 我們對史達林 希特勒 毛澤東 對他們屠殺那麼多人 會很厭惡 那請問各位 為什麼 所有的本土他人 對於在凱達 Ord Office 自由廣場裡面 那個廟裡面的 那個 makesope 那個雕像 為什麼把那供在那裡 或是在新竹 有個 兩千塊的廟 這是扭曲 不正常的觀念 造神 而且他是殺人 魔王 你把供起來 對嗎 所以這 很多很多 其實很錯亂 这个也就是政治恋狱一直在运作 持运作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政治恋狱就是在这个军事战领地里面 去营造一个假民主 各位假民主是在1985年 美国众议院决定要敦促 Chinese Taipei的蒋经国先生 并然后在隔年1986年的9月28号 在台北的原山大饭店成立什么 流亡中华民国的民主进步党 他党纲第一条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 各位要知道 这句话逻辑上有没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 这节课重点就是流亡政府不得就立合法 中华民国逃亡来到台湾是1949年12月份的事情 启动流亡机制 这片土地是不是中华民国 当然不是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并不因为美国军事占领 甚至是指定蒋介石代理美国来军事占领台湾 而改变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的法理事实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 蒋师讲这一串你会觉得好深喔 其实各位很简单 我们中华会馆服务台那边 可以询问我们有新台湾论两本 台湾战争史回顾四本 台湾最终地位四本一共十本书 讲是呼吁各位同心学员 包括关心台湾国地地位正常化的朋友们 透过网路的直播来看这堂课的演讲 我呼吁各位把这四本书好好念熟 融会贯通 才不往复什么 Roger·Sistine包括夫人 大家同心们集资 同心来研读研究法理的一个结晶 不要浪费掉了 为什么大家心心学学 投力投入的心力 都是为什么让台湾国地位正常化 大家好好珍惜这一条路 走一路走来得之不易 不容易 我们2011年的1月份开课到现在 今年是2019年5月3号 所以每一堂课都很重要 我讲师也呼吁各位 你每一堂课好好地听各位讲师 每一堂课讲师他透过各种角度 就新台湾论 台湾的国际地位 他各个角度来切入 很多的地方会重复的地方代表什么 他就是重点 也就是各位 你在研读新台湾论研究 台湾战争史回顾 台湾最终国际地位内容的时候 重点的强调所在 所以各位要记得 还有什么 台湾民政府的官网 包括我们在Facebook的粉丝团 快乐法理革命 争取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的粉丝团 这些里面的内容 也欢迎各位订阅 或者是按赞 追踪都可以 把这个内容呢 把它好好地了解 OK 好 台湾民政府的游行 包括所有的活动 我们都是和平的 为什么 我们是靠币 各位 官司 用笔写一写就好了 要不要动武 要不要用暴力 不需要 不需要 他民政府的立场呢 对中国殖民政典流亡 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事务 不合作也不配合 有同学就讲了 五月份 房屋税 所得税 要不要交 当然要 为什么 台湾机构 他在台湾这边 所收的 各位你要了解到 打仗 战败者要什么 先赔 要赔什么 战争债 所以各位 你要提认到 包括关税 这个都是 军事占领 军事政府 对军事占领地 克关税 所以我们买的 车辆 进口的东西 为什么 关税克那么重 因为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 也就是 究竟要和平条约 这个领土范围以内 是属于国际的领域 国际领域 国际公海 国际的 公管的一个领域 但是主控权是在美国手上 所以我们买到的东西会特别贵 关税克很重 因为这里是关税领域 所以APED也好 WTO也好 我们知道那个 美国副国卿 ZOIC有讲了 APED跟WTO是ZOIC 允许台湾机构进去 但是这也并不是鼓励 这些台湾机构的政治人物 鼓励他们要独立建国 并不是 为什么 独立代表战争 Independence meets war ZOIC也讲得很清楚 这也就是代表美国的国策 他基本上在讲 各位 美国对台湾有没有领土野心 没有 因为美国政府在 美国国会呢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透过国会的决议 三途通过 美国不再增加海外领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所以台湾会不会变成 美国五十一州 不会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有可能变成五十一州的 Bordeligo Bordeligo 有没有变五十一州 他很聪明 他不要独立建国 为什么 要磕重税 要买武器 孩子又要当兵 有多少人 有没有人那么笨 笨到说 我原本舒舒服服的 我只要派三个代表到美国 我Bordeligo 派三个代表到美国国会参与会议 我提问题就好 没有办法表决正常 因为我们是 我们Pordeligo跟美国是 Communworth的关系 又是美国殖民地 是从1898年 从西班牙那边 美国取得的殖民地 那他独立 有没有 不要 不要独立 要不要建国也不要 那 有没有变成美国五十一州 其实这个就是美国头痛的问题 波罗里哥他举办过三次的公投 都没有过 最后呢 独立建国跟五十一州 各位 波罗里哥的人民很聪明 他选什么 五十一州 所以波罗里哥现在还是美国政府 美国国会头痛的项目 为什么 每年要六百亿美金的经费 波罗里哥就伸手跟美国要在国会提议 然后由美国国会去决定 他如果不给的话 波罗里哥他就要宣布破产 所以波罗里哥一直是美国头痛的 主要的一个地区 关岛也是 包括菲律宾 还有什么古巴 那古巴他走错路 为什么 他施行共产主义 各位了解到 美利坚合众国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他的敌人是谁 请你要记好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美国的敌人 所以各位也要清楚了解到 台湾可不可以独立 当然不行啊 所有权在日本天皇手上 所有权是哪一章 也就是日清讲和条约 白纸黑字 而且透过了后来 1837年 1937年的4月1日 黄明化 大概1945年的4月1号 就是 召和天皇陛下颁布行宪造述 让台裔日本人 就是奔赌人 可以什么 有参政权跟参战 1945年4月1号之前 是什么 军服是属于后勤单位 去参战的只能叫做什么 高沙益勇军 我们高沙 高沙平埔族 高沙平埔族 其实同样都是血脉 非常密切的亲人家人 所以平埔族也好 高沙族也好 大家要手牵手心连心 一起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一起来努力 不要分说 你住山上 我住平地 我们比较高 没有 大家一样 大家予利平等 同心协力 为什么叫同心 同心 同心 同步才走路才有什么 才有风 做事情有力 同心 脚步 整齐 整个齐 人家说 走路有风 所以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需要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来做 大概要了解到 好 那他推动的事物 当然他直呼天皇名号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自己的身份 我们不是流亡中华民国 他们的人 我们是天皇陛下的臣民 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 所以 该怎么称呼 就像我们回到家里 很称呼 很自然 看到爸爸 看到妈妈 会不会直接叫他的名字 祭名啊 春嫖啊 会不会 不会啊 我们都是看到爸爸 爸爸 妈妈 有的说 爸爸 有的说 很多啦 英文说 father mother 大概就这样 那不会直接讲 当然欧美人是比较特别 有时候说 M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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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之类的 欧美他们 欧美用 但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 清楚的身份 OK 最高元首是谁 大日本帝国 天皇 跟天皇呢 各位 天皇跟台湾向谁 降服 降服就是投降 就是向美国总统 那台湾现在目前情况就是 日暑美战 什么叫日暑 天皇陛下 保有所有权 美战 美国总统 握有占领权 所以日暑美战 是日本台湾就是大日本帝国 台湾 For Mosa Empire of Japan 法律地位就是日暑美战 法律上呢 大日本帝国台湾 从1945年9月2号 在东京秘书里战舰上 以大日本帝国政府外向 崇光轨 还有各位 不要漏掉了 政府部分 就是民政的部分 是崇光轨代表日本政府 帝国政府跟天皇 签降服文書 军政方面是由美金美次郎 也是帝国政府的大本营 美金美次郎代表 像美国总统代表谁 麦克阿瑟 在国际法律上呢 大本帝国在法律上 一直都属于日暑美战 从头到尾没有改变 任何国际条约都不会改变 台湾属于日本天皇 就这样的和平条约也不能移转 天皇对台湾的所有权 重点在这里 各位要了解到 过去炒作的九和共识 各位把它转过来 这个才是真正世界级的九和共识 那ROC全域台北的九和共识 很简单 他们过去国安秘书长苏琪 他在《自由时报》也公开 《公识》 他说九和共识 他是编出来要给 《流亡中华民国》的民进党看的 所以那个炒作 那个笨笨的民进党 傻傻的 你就一直在那边讲九和共识 你去讲吧 舒琪都讲得清楚 那个就是刻意要做给你们看的 《流亡中华民国》 在台北都不是他们的 因为中国代表权 在1951年9月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 1949年11号成立 中华民国变成流亡政府 所以两个都没有签 所以变成说全域台北在台北 跟现在的日本政府签了 《日华条约》 就是日华合约 它其实就在 现在日本政府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后 日华台北合约就自然废除了 因为日本政府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代表 那全域台北这个台北合约 并不能代表 所以这个条约 台北合约自然就没有用 所以你们都要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可不可以不要遵守 就这样的和平条约 它至于看着办 它还是要遵守 在万国公法架构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没有签 就这样和平条约 但是它基于国际法的精神要遵守 而且势必然要遵守 否则会接受到全世界对它的制裁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各位要知道 刚刚提到的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首席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 巡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这张图给大家做印象 当然天皇部分 讲师有做调整 现在是令和天皇陛下 两陛下 这张是在2012年的7月31号 那是美国司法部透过出信 告诉大家 Mr.Roger Sissing是代表secretary general 也是Taiwan Civil Government的secretary general 这大概大致的内容 那郡邦 州郡的办法是 如果有闲杂人 各位 你要通知管区的援警 这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合情合理合法 你不要去管那些什么酸民怎么讲 随他们去 他们情绪化不理性 笑笑就好 不用理他 给警察处理 OK 那有民众到州办公室或郡办处 询问法理或洽办事物 同时要依照主张来理性处理 很重要跟各位来做一个呼吁 那这个就是当时刚刚讲的 1937年3月8号 在基隆 基隆这地方产生了 基隆大屠杀的情况 这是当时美国的Life杂志的照片 现实还原 大家知道 ROC在2017年 联邦高等法院判决违法 变更 包括台湾国籍 基本上 即便美国总统也一样 违反 违法组织 注定是要消失的 那就是 当时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行政命令 节餐自定 也有九条训令 那就是Wafer 好 两次的官司 第二次的官司 我们这本里面就是在 新台湾论下册 后半部这边会有 这个 这一本 各位你如果手上有这一本 跟奖师手上拿这个 很简单 你翻到后面 就同样有这一本 在这后面 一样有 这是记载第二次官司的内容 第二次官司的内容 第二次官司的内容 包括在日本东京的酒会 一样有在里面的内容 好 OK 这是台湾民政府秘务长夫人 Julian Lin 在2015年的March 12 3月12号2015年 在美国的The National Press Club 国际记者俱乐部 当时的演讲 各位你可以在网路上点选来看 那十几分钟的演讲 其实当时有将近一亿人来观赏 那世界各国的网路新闻也有在播报 所以各位去锁定来看你们的内容 OK 美国感恩节是由印第安人的血 来堆积成的感恩节 那一天要吃火鸡肉 那你们看到 有没有 就是跟印第安人服饰一样 在18、19世纪 印第安人文化种族的灭绝 各位文化种族的灭绝 就外来者来讲是违反战争法 所以我们大概看到18、19世纪的印第安人的环境 所以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好 那本土台人为什么无国籍呢 在4月7号的时候 就我们看到 判决其中一个结论 包括这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新闻报导 冰岛的一个学生 他拿到无国籍的一个证件 那控美案有三个案号 大概看一下 这是第一次控美案 Number 06-1825 那第二个是Number 08-5078 这是2008年318号结论的第一个 跟4月7号结论日的第二个案号 第二次控美案的案号 这边 06-CV 01825-RMC 这是2015年2月27号提告日 那最后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放弃杠变权的结论 这几下的内容 好 台湾民政府是在 这个是网路上 就是童心提出的问题 他讲出的内容 台湾民政府2019年4月7号 美国上诉法院判决后 于2010年10月4号在美国登记正式成立 美国地方法院判决 2008年38号前 只是抢先2008年22号至今成立 台湾民政府2010年10月4号 正式成立后 才经美国授权核发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 好 这是他叙述的 那实际讲这要跟各位做详细的叙述 美国军事政府 台湾民政府呢 USMG TCCG 在哪里成立 台北 2008年22号成立 那3月8号呢 美国联邦法院判决 People of Taiwan无国籍 2008年3月31号 原告提交上诉状于华府 Washington 那美国联邦上诉法院 那2008年4月4号 进行实质制的审判 来到2009年2月5号 听证辩论庭 4月7号 借着08-5078 得到五项结论 那7月8号 No.9-33 首次于国际战争法 把美国宪法 跟就这样和平条约提出 告诉 在2009年8月6号 美国国务院代表 美国政府怎么样 放弃抗辩权 在2009年8月6号的时候 也就是什么 美国在日本丢原子弹的 8月6号 也就是Mews長 Roger Sheetson的生日 8月6号 大家知道 2009年10月5号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 歌字代审 Patreon Deny 好 我们接下来看到时间轴 历史的轨迹 也就是时光走廊 来 2010年的4月25号 第一次的全球大会 在台北举行 主席是陈先生 吐陈的陈 好 2010年的7月4号 华盛顿DC 1250号挂牌运作 2010年的9月8号 世纪饭店庆祝酒会 当时台湾民政府有80位 同心参加 那美国政府各位 有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防部 美国国安部 跟司法部 代表都有来参加 然后顺便带了两幅图 也就是墙壁上 各位 除了那个美国总统的相片 右手变更之外 当时日暑跟美战 这两幅图都带回来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欧巴马 那2016年就更换为 Mr. Donald Trump President Donald Trump 2010年10月4号 哥伦比亚特区登记的证书 也就是这一张 这是TGG基金会 注册的文件 再来 这是TGG基金会更名 更换全名为台湾民政府基金会的 里面的内容 再来 2010年的11月6号 TGG国务内阁 承报美国各行政单位 那美国国务院 当时有派员来管理 11月6号的时候 那2010年12月25号 完成台湾公民权利法案 这在高级班的时候 有合发给同心学员 那2011年的January 1月份 TGG法理初级班 初级研席会开课 1月份 那当年的3月11号 联合公告 也就是前面的 台湾公民权利法案的公告 日期是3月11号 2011年 就是这个 The People of Taiwan Citizenship Rights Act 2010年3月11号 联合公告 8月1号开始实施 2013年8月9号 修 那条文 来做修正 这里面 我们看到 法院 依据万国公法 战争法 美国国道法院 包括底下 等判决 就像明条约 美国会主要占全国 美国军政府 USMG 对台湾有管辖权 这整个下来 然后依据 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 台湾区域内 台湾公民跟台湾居民的权利 取得丧失 回复 与撤销等事项 有本法 这个本法就是 台湾公民权利法 OK 好 那公告完之后 2011年的811号 由美国国家安全单位 通知 可以什么 开始发放 台湾公民 身份证 也就是台湾民政府 的台湾政府身份证 那2011年的12月23号 台湾民政府 就派 主团 到靖国 和你传败金国神社 顺便什么 天皇驻售团 这个天皇驻售团 就是平臣天皇陛下 当时平臣天皇陛下 也就是现在的上皇陛下 OK 那2011年的12月31号 当年的 是举办什么 台湾民政府举办忘年会 也就是在中晚会馆 后面这个停车场 这个空地这边 举办忘年会 当时制度是由六州的州长 核发身份证 在忘年会的时候 这是美国官方核可 证明文件 台湾政府的证明文件 这个是美国官方注册 政治组织 正式完成 OK 好 那当兵可不可以 不能当兵 我们是军事占领地 被占领的 战败者人民 我们怎么可以去当 征服者的兵 所以有问题 这个就是那个 DNA的脉络图 就是我们台湾 本土台湾人也要 台日本人 和裔日本人 或者是毛利人 这个整个血缘的来源 我们都看到 就是从非洲这个地方 发源过来 东非 经过阿拉伯半岛 印度半岛 来到台湾 这个地方呢 六万年前开始迁徙 来到台湾是三万九千六百年到四万年间 这整个DNA的脉络图 就是国家地理频道透过全世界七十万到九十万人的血液的标本 DNA 来规则 规类 规类出来 整个 一个脉络的 延展图 跟台湾有关系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叫什么 这上面有一个 M174 看到这里 没有 箭头从这里开始 来到台湾 比较早 然后 冲绳 日本 朝鲜半岛到 现在的 China 所以 谁是谁的祖先 你不要拜不到祖先 像说我要来中国找祖先 你找不到地方了 你现在看到中国人其实经过蒙古 蒙古大军南下 大量的屠杀宋帝国的人民 当时剩下八十万人 剩下老弱妇孺 所以整个混血下来 现在目前中国来讲 大部分都是蒙古利亚种 包括俄罗斯 有陈其思汗的血脉 所以他们一路打到乌拉山去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在讲说 要拿回台湾 各位 你先去把俄罗斯拿回来 有办法把俄罗斯拿回来 然后呢 你把越南也拿回去 我就信你 但你可不可能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事情 你违反国际法 你挑起战争 你就势必然接受什么 战争法庭的处决 战争法庭怎么处决战犯 绞刑 用绳子绑着脖子 通通 吊石在那边 我们显著的例子看到谁 伊拉克 军事狂人名字叫做 海山 他就是在战争法庭 接受判决绞刑 OK 好 清帝国当时 看整个平埔族的氛誉 所以 有什么客家人 福建人 河洛人 各位 你讲的那个客家话 福建话 河洛话 都是清帝国的殖民语啊 就像我现在讲的 是ROC来到台湾 消灭我们当地的语言文化 生活习惯 变成说 现在上课的语言 只有讲师讲这个语言 大家才听得懂 如果台湾 当时呢 是美国军事占领 根据战争法 正常占领的话 讲师今天上课的语言 就不是讲这个语言 而是讲什么 日本語 所以现在 为什么讲这个 从中透过这个语言 也跟各位 做无言的控诉 全于台北 他来到台湾 蒋介石集团 他来到台湾 毁灭了 FORMOTION 就是日本帝国 台湾总督府 治以下的 台湾成名的生活习惯 语言 整个都破坏掉 甚至是民族 人民的人口结构 大量的破坏 那高沙的同胞 现在有100多万 现在变成多少 50多万人 人口越来越少 全于台北的人 大量的 在 御用各种方式 要消灭他们 所以 各位 这是危机 就 法理正常话 大家要知道 你讲客家话的 其实你是平埔族 讲广东话 广东话是清帝国 广东那边的语言 经过稍微调整 变成所谓的 哈嘎 哈嘎是殖民语 清帝国 把他调整过来 何乐位 一样 也是殖民语 而且有些像美农 跟 新竹洲这部分 苗栗 苑里 包括桃园 这边讲客家话 你讲客家话代表 你是客家人 并不是 你只是讲 广东话的平埔族 这个要纠正过来 不是说我来讲说 我排斥客家人并不是 并不是这个意思 简单的 道理来讲 你像英国这个地区来讲 英国这个地区 他当地的人 当然是讲英文 他譬如说有些地方 他讲德文 有讲意大利的 都是英国人啊 讲意大利的 讲德国 讲法文 像是讲西班牙话 他可不可以归类说 他的种族 这个叫做德国人 他明明是英国人 他讲德语 比较会讲 他就是德国人 对吗 不对 不能这样去定义 语言 你讲了 譬如我在讲英文 我是美国人 英国人吗 并不是啊 我的DNA 跟外表 让你看出来 我就是台语日本人 我不是美国人 英国只是 英文 美语只是我使用 Language 语言的一个工具而已 但是你不能说 你使用这个工具 你就是什么人 这个观念是大错特错 你讲学家 我就是客家 No 你要从法里 我们的归属是 Nationality 什么叫Nationality 国籍 你的国籍 这是重点 不是说我是荷楼人 客人 都不要 这个都是中了殖民者 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就是 推动客家化 闽南化 原住民化 分裂 破坏 毁坏 占领地 人民结构 生活文化 跟分化 种族的团结 这个企图 不要去跟他配合 台湾民政府的立场 第四点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讲师 为什么要去讲这个事情 要还原真相 你讲的是人家来这里 你执民 用这个语言执民洗脑 让你大家去认主归宗 认主归宗 我的祖先是登山公 然后我讲的客家化 所以我是中国人 我的祖籍是在广东 广州 梅县 在福建省 哪个地方 你要去考究 我们拜祖先都会去看那个祖先排位后面 排到第几代 你的祖谱正确吗 告诉各位 那个祖谱的殖民者 正成功集团 清帝国集团 来到各个平埔族高沙的部落 去发祖谱 我们有讲师叫陈泰山陈讲师 他也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他陈泰山陈讲师的陈 是他的祖母去护政事务所 像那个纸骰子一样去抽 刚好抽到姓陈 各种就知道了 这殖民者真是无所不用其几 要破坏当地人的人口结构 为了他们自私的方便管理 可是这个呢 就违反了战争法 很重要的观念 那这个呢 也是告诉各位 这个黄县以东 就是清帝国殖民地 所谓的画外之地 你们看到有没有 南甲之盟这个地方 是刚好在黄县以东 牡丹社呢 也刚好在黄县以外 所以毛场期他的宣誓 也就是证实了这张图的正确性 清帝国他的殖民地 只有在中央山脉以西六个屯肯区 OK 好 那我们看到这里 很多的 各位 鲁凯族 排湾族 马卡道族 包括西拉雅 邵族 大武 这些包括巴塞 塞下族 道卡斯 各位 新竹中其实像新竹啊 或者是苗栗 包括桃园云南 这些地方都是道卡斯族 那有部分人是凯达格兰族 所以你要看到 你讲 哈嘎的道卡斯族 请问你是哪个部落的 你是哈嘎人吗 哈嘎人吗 No 你是讲哈嘎的道卡斯族 你要记得 你不要摆不到祖先 我来中国媒县找祖先 No 你在讲人家的殖民语 你的祖先不在那里 我讲英文 那我的祖先在英国在美国吗 你这个道理你就要懂 你是讲广东话 讲哈嘎的道卡斯族 你讲哈嘎的马卡道族 所以美农 美农那边是不是讲一堆人说 我是哈嘎人 No 你是讲哈嘎的马卡道族 调整过来 这观念很重要 你不要讲美农人 我讲客家话 所以我是客家人 No 大错特错 这观念 中了殖民者的毒 所以明天早上8点解毒解毒 该毒该毒 攀讲师会做深入 帮各位把脑袋里面的毒剖析 然后把这个毒消灭掉 很重要 要依据国际法理 消灭脑袋里面殖民的毒 有人讲说 美国只是投架两颗原子弹 No 三颗 第三颗 第三颗威力最强 在日本台湾 FORMOSA上面 从70年前丢了到现在 我们还接受了这种 无形的 脑辐射的毒到现在 任贼做父 警察做老爹 很严重 所以 为什么 庇团有夫人 包括 大家民众所有的东西 很努力在宣度 法理 因为大家都中毒 大家都想我吃的东西 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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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赶快去医院 就知道我要去医院 赶快去洗肠 要解毒 脑袋里面的毒 你解了没 脑袋里面的毒 你解了没 一定要解啊 你不解很难过 我告诉各位 你生活在政治严育里面 因为你中毒 所以你被他影响 你搞不清楚啊 你拿着护照 奇怪 这不是中华民国护照 是台湾护照 为什么出去过不了关 被人家刁难 又要什么落地牵 被人家东南东东西 为什么 你拿的不是你真正拥有的证件 你要证明这些文件 只有台湾民政府的 晶片的身份证 因为他要提出日制藤本 就是大日本帝国 台湾总督府的户籍藤本 很清楚的证明 你从哪里来的 很清楚啊 都是文件啊 包裹本人也是 台湾民政府身份证 第一批的申请人 我的号码还是1000号以内 順便告诉各位 我2011年就来了 那先前呢 在2005年 06年的时候 是在网路上 海洋之声 听到Roger C.C.MU長 他的网路演讲 我觉得很好 依据国际法理来讲 就这样和平了解 很详细的告诉大家 因为当时很多很多的 本鲁潭人 不知道 台湾到底怎么样一回事 在国际地位怎么样 所以 MU长他必须什么 抽丝剥茧 从最外面的那一层 开始讲 从美战开始讲 从美国军山林台湾 开始讲 让所有的奔赌台人 觉醒 那2006年的高雄市长的选举 刚刚好 一个chance 机会来了 那MU长还把网路人的机会 参选 然后透过参选的宣传活动 去宣扬他的法理观念 那很多的屏东乡亲 也就是高雄州屏东军的很多 乡亲来支持 那了解 那带领很多同心来 那整个法理就宣扬开来了 那到后来就是成立 控美案 控美案的成立 那台湾民政府的成立 那一直到今天 台湾民政府的法理论述 跟MU长所坚持走的法理路 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从始到终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这真正的 各位跟你推荐 法理论述完全正确 过去有很多拜祖先 要收金杖 人家现在已经改革了 用现金 拜祖先 而且呢 把这些拜祖先的现金 在一年之后就是税末 拿来捐款怎么样 行善 我们去台地都用 拜祖先铺张浪费 放煙火 放炮整楼 拌拌 拌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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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更半夜 还在放鞭炮 人家都睡了 小孩子还在睡梦中 婴儿才刚出生没多久 你放鞭炮 把他吓起 缺德 这个中国人坏习惯 以后都不要 放炮 放什么 你整天就放烟火 去远远放 不要去炒人 你游行也好 庙会游行也好 安安静静的 你来学台湾民政府的游行 安静 大家 不会去呼口号 不要去炒到人家 真的 是什么 还打架 为了一个妈祖教 你来我往你打谁 然后那个白狼拍狼 又来抢教 然后打成一团 再彰化 像话吗 不像话 这个以后都要处理了 有没有客家人 没有啊哪有客家人 中国的所谓的五千年 有没有五千年 没有啊中国哪有五千年 他的朝代都是外族统治 夏商周 秦汉 南北 隋唐宋 辽金 元明清 有没有一个叫中国 没有 中国是后来清帝国结束之后 1911年 1912年 China 支那 中国才成立 那上面都是外族 女征 吴越 蒙古 女征 契丹 沙陀 鲜卑 吴越 金楚 西荣 东夷 西枪 有没有汉族 没有汉族啊 连赵邦印他本身他就是 信奉什么伊斯兰 他不吃猪肉啊 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什么种族啊 沙陀族啊 沙陀啊 没有汉族 大家很比较 你看 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 治理台湾 你看 电波条 整的路 爬爬爬 在这里 亂七八糟 这彰显了全域台北在台湾 治理的乱象 非常乱 它是什么 违规停车 你去新加坡 会不会这样子 你像一边现金的国家 他们停车场规划就是你建这栋大楼 容积率 包括外来车地下室 你就必须往地下 譬如他金建的是六层的建筑物 那底下的地下停车场至少要十层 你才能容纳这些车辆进去 他不能停在路上 为什么 妨碍交通 你行人 行人摩托车怎么过 没办法过 必须跑到这里 摩托车在这里 然后汽车人就在中间那边抢来抢去 所以这边一天到晚在车祸 有原因的 我们看到前面 大清帝国大王陛下 大日本帝国大王陛下 有没有本土台湾人 没有 北杀以日清讲和条约 下关条约 看到杀头杀 有什么人 没有啊 主权的移转 就是殖民地主权移转 从清帝国皇帝移转到日本天皇 所以呢 日本天皇 依据日清讲和条约 这里到至今为止 保有对台湾的所有权 那这边有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奉天 就是辽隆半岛 这个地方 明治天皇陛下并没有收 他收台湾跟澎湖 那这个没有收 当然要抵什么 赔款 这个赔款就是后来 1937年4月1号 黄民化 经费的来源之一 就是奉天辽东半岛 没有收 抵成赔款 新的把它拿来用在 黄民化的经费里面 黄民化就是童话运动 就像各位你在ROC殖民教育之下 所谓有个名词叫做 国民义务教育 各位黄民化就像国民义务教育一样 把你童话 为什么 这样才能够遵守日本的宪法 遵守日本的法律 成为一个标准的日本帝国 黄民 所以人家知道黄民化是一句好话 是一句好话 那两年的思考期在第五款里面 这是根据那个 曝国公法里面的重要内容 国际法 你两年期满没有搬走 你还留在福尔摩沙 澎湖 台湾澎湖群岛这范围里面 把你眼睛 把你视为日本的臣民 所以你要了解到 OK 抓头抓背 有没有 清楚 好 天皇主权 重点在这里 台湾的主权 并不在本土台湾人手上 而在天皇的手上 1895年 取得所有权 那透过十年的征服 透过战争的方式 conquest 所以你看到物色事件 赛德克巴来 那是中央山脉以东 那传统的部落社会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外族 外人侵略 大量的侵略 所以大家看到日本的军队来 想必然会从天生的领域被侵犯 当然会抵抗啊 因为没有叫话 没有告诉他们说 你们隔壁的邻居把你们出卖了 为什么 我们看旁边 清帝国 签的条例竟然 台湾全岛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清帝国只有中央山脉以西 六个吞肯区 它怎么全岛 你把台湾问题留给天皇去处理 所以变成赛德克巴来 为什么物色事件 这个误会就是清帝国害的 1922年的2月6号 《华盛顿海军条例》里面 第19条也名列了台湾 Formosa and Pesadorus 是日本帝国的领土 1945年的4月1号 行线招书的颁布 让台湾的Formosa 变成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的领土 然后当然中间有经过皇民化 这个整个流程是 万国公法里面正常 由殖民地变成神圣不可分的领土 标准的流程 依据国际法理 所以各位你要清楚 日本帝国并不是用其他 那些中华民国他们讲的那一套 不用去理他 最近我在ROC的电视节目里面 有看到有个历史老师叫呂杰 他使用大量文字在抹黑跟扭曲 整个大日本帝国 台湾总督府在台湾的 所有的活动跟建设 他所讲的这些内容 各位个人不认同 为什么 他跟事实有很大的区别 甚至是为了中国殖民政权 他在这里继续殖民的方式 他透过这种节目内容的演讲 要把整个本土台人的脑袋洗掉 所以这个节目你看看就好 不要太认真 你还是以新台湾论为主 今天课程到这里 谢谢大家